珠三角跟廠商是臺灣重要的生產重鎮 那比如說我們的一些 可能包括我們的PC 一些印刷六百零組件的東西 那石化一些手工工具機 然後一些石化機械這些比較重 比較長期 因為就是說紡織成衣 都已經可能移到東南亞去了 比如說像iPhone 比如說像這個手機上面 大陸就是一個重要的 因為所有的品牌商都在那裡 所以臺灣廠商一定要跟著跟在那裡 這些東西可能它在生產上面的問題 因為臺灣的產品比較V2V多 V2C公當地的相對來說是比較少一點 通常我們講戰爭是一個shock 一個短暫的shock 這個防疫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能下來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經濟的下來 跟人耗雙控 跟這個經濟部的結構轉型 跟這個一些房地產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在整個結構的調整 所以這種東西是長遠的事情 但惡物戰爭這種通膨 一般來說比較短暫 所以如果說是一個中國大陸長期的調整 比如說我現在每年都是 大概以前都是八 現在都是五 可能連續好幾年是五 那你就對全世界影響 就是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那惡物戰爭 如果說它可以在一兩個月結束 慢慢的 比如說供應鏈就恢復秩序這些東西 那加上做還有一些重建的需求 那可能就會 影響比較不會那麼長 它短期的shock是很大 但是它不是那麼長 但是這個大陸的結構調整 可能是要三萬年的事情 中國大陸其實是一個翹翹板 中國大陸就是如果房市不好 那錢就會跑到被中國 房市會逼到股市去 通常我不知道以前看的一些數據 就是說大陸房市低點的時候 都是股市的高點 因為資金是一筆 如果說房市已經上不來了 那可能有些資金作為移轉 那對股市就會有一些利多的消息 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台灣因為房市的 買房子的跟買股市的不太一樣 就是說有三成是雷同 就是說買房子的人 賺了錢可能去買股票 但是買房子的人 很多人是不買股票的 台灣的雷同性比較低點 那大陸的雷同性就是說資金的移轉 因為政府可能有一些政策 讓你資金移轉 所以如果房市在比較 漲不上的情況下 股市應該會有比較好的表現機會 不過這個還要看大環境 工資如果調5% 當然成本會提高 就是所以克魯曼 他在最近有寫一個就是說 美國那時候為什麼通膨會這麼嚴重 就是1979到1980年那是第二次石油危機 因為美國就是大家都預期那個時候 通膨每年都是10% 所以我就載明工人又載明說 將來我的工資要跟著通膨一起聯動 所以而且要打入那個工資的合約裡面 所以呢這個物價漲10%工資漲10% 然後再來就是物價再漲10%工資再漲10% 一如墊上去 所以變成一個自我延續的一個通膨 所以搞了10年 如果工資漲上來 如果是one shot一次性的可能還好 但是如果說是載到合約就每年漲的話 那台灣可能通膨就 香港災バイ under a citywide lockdown that has no end in sight Some residents have reached a breaking point and they are speaking out On Friday, Shanghai reported over 21,000 new cases of the virus and as cases rise, China continues to cling to a tough zero-COVID policy of mass testing, quarantines and lockdowns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these cases were low in 600 and each other were up to 300 The second factor is the population rise to 60-75% of the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but it has been increased about 15-16% our clothes are N95 We can wear a mask on each other and we have to be rules for removing people when we come back and forth 非常的失控 上海是中國大陸 非常大的一個金融 跟對外的一個重鎮 那它受到這麼嚴重的影響的話 那對於全球的經濟 其實都是一個 非常加速惡化的一個因素 因為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 其實本來就是今年 大概有人估計5.5 甚至有人現在開始認為說 可能還下降到5左右 那如果說這種疫情在失控 那上海是一個首善之區 它的影響就金融 這服務這個東西就會影響更大 那對台灣來說 台灣當然我們跟大陸 比較B2B多一點 我們就是代工生產基地的多一點 所以對台灣台商在大陸的 比如說你的封城 那你很多的一些代工 比如說面板PC 這個一些工具機 石化鋼鐵這些東西 你出口就會有影響 中國大陸本身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就很大 因為它本身的財富效果 它本身的經濟 對這個世界的需求 對世界的這個供應 所以以前講說 大陸為什麼全世界沒有通膨 就是因為大陸輸出通縮 因為大陸的成本很低 然後讓全世界都很便宜 所以整個是大陸沒有通膨的問題 所以全世界沒有通膨的問題 但現在大陸呢 因為開始也在上漲 它的這個原物料在上漲 能耗雙控 然後加上它的一些東西 成本能力的結構也開始在改變 它的這個人口紅利也減少 所以大陸等於是 現在慢慢要對全世界輸出通膨 大陸的GDP下修 我們以前有看數字就是說 大陸GDP每下修一個百分點 臺灣會下修到0.29個百分點 那其實是還蠻影響的多少 但是這兩年 臺灣跟大陸的結構有點改變了 就說我們靠投資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就還要觀察 但是大陸對全世界的GDP 大陸以前扮演了全世界 四分之一的這個經濟動能的角色 如果大陸經濟下來 那當然會影響到 這個叫G2都下來 大陸如果從去年是8 今年如果降到5 美國今年已經開始 從4要下修到2.8 所以G2都下修 那歐盟更是自身當中 就是它可能今年會下修到 1.4個百分點左右 那整個世界的幾個強權 那日本 日本現在又看起來 經濟也是很低迷 所以整個主要的經濟體都不好 那對全世界的貿易跟需求 都會有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如果中國大陸疫情短期 看起來如果一個月內沒有辦法 做一個有效控制 就是全球的通膨就會更加速 然後供應鏈其實要趨緩的情況 也是很困難 因為上海是金融的東西 因為服務業通常是不會移動的 如果是服務業金融的部分 那影響就比較在國內比較多一點 就民間消費可能影響多一點 國家衛生健康委 已從全國16個省份 調派醫務人員4萬餘名 和每日238萬管核酸檢測的能力 支援上海 和上海的醫務人員一起開展 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和核酸檢測等工作 麵條 蔬菜 肉 還有一些衛生用品 我們現在是8個人 8個人負責我們全村3300多號人的 一個物資和配案的保障 但是如果擴及到整個大上海地區 比如昆山 太昌 好像之前深圳也是 然後江蘇也是 所以深圳 江蘇其實就是一個生產的建議 對 深圳 江蘇 這些相關的都是一個叫長三角 如果說擴大到這個東西 對它的出口就不利 不利的時候就會把整個經濟拖得更兇 然後對全世界的這個物價上漲就會更兇 因為上海是一個金融服務中心 因為它可能地也貴 所以一般人不會再選擇在大上海市 但是如果整個江蘇的長三角 那就會比較大影響 但是現在都希望說 如果這個COVID-19影響的只是一些Omicron 那就還好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對策 讓你可以在家隔離 就像我女兒在澳洲也得到確診一樣 她就在家隔離 然後一個禮拜就喝開水 那也沒看醫生 醫生就確診說 你就讓人家送這種東西來 你就慢慢隔離就 所以韓國其實死亡率很低 如果大陸也可以開始慢慢做到 就是慢慢隔離 然後這樣子對衝擊就效 我覺得台灣也是應該是可以看一下這個趨勢 就是新加坡跟這個韓國這一波都做得比較好 那我們下半年有可能解封嗎 開放國境嗎 現在其實是據說政策是朝這個方向在解封 我們本來應該六月就要解封了 可是不知道最近為什麼要確診這麼多 讓政府就開始有 我們本來已經朝這個解封方向在走 因為再不解封 那我們下半年的整個商務旅客 我們的民間消費要維持個五六%的成長 才能把讓我們經濟可以保釋就會很大的負現 可是我們要解封的話一定會確診變多啊 這不可能擋得了不是嗎 對 如果確診就是我們有好的做法 就是說確診但是死亡率很低 不會癱瘓醫療體系 那你就是變成一個感冒 就是一個流行性感冒 你就在家隔離就不會出問題 可是現在還沒解封 大家就已經很害怕覺得說疫情又加重了 所以如果他真的更進一步的話 其實那個數據會蠻驚人的 對 所以現在就是說我們看這一波 因為我碰到我那個洪副院長 他說台灣這一波跟上一波是不一樣 這一波就是比較有效的掌控 在第一線就掌控 因為上次是比如說萬華那些東西 就是說你已經好幾個月了 你才去掌控 那就已經擴大了 現在是第一線就馬上開始 所以他這次的做法跟上次有點不太一樣 那如果這次有效 然後我們加上一些讓中老年人 也趕快去打一些第二劑第三劑的話 那或許還有機會 就怕說我們變成不是像韓國立志 怕變成像香港立志就比較麻煩 2021年2月播出的全球政經週報 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6點呢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 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有個馬開小教室的單元 都是把觀眾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裏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裏頭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如果要開放的話就是說入境的人一定要快篩 快篩之後然後就進來開放 那第一關可能先過濾 然後進來之後這些人都完全不用 就是所謂的居家隔離 他就可以開始到處走 可是這些人當中有很大的風險 他可能就是他是偽陰性 他可能其實是陽性的 然後可能要過幾天才會篩出來 然後他就把它擴散出去 那只要擴散出去我們一樣是很難掌控 不過他現在的開放應該是有步驟的 就是說一開始是從商務旅客 所以像日本也都在開放 他們開放但是不是說 一下子全部開放都不篩卷 是篩卷但是隔離的天數可能開始減少 商務旅客優先 或者是說比較確診比較低的國家 開始優先開放 這個東西就是說可能有節奏性 就是說商務旅客因為對台灣的 這個將來的觀光這些東西影響比較大 如果說開始可以逐步的開放 比如說從商務旅客 然後再從這些比較重要的一些旅客 然後開始從隔離的天數 從比如說從14天 比如說從三個禮拜 變成降格兩個禮拜 或甚至十天 然後三天再自我隔離什麼 就是說慢慢的縮減 這時候就會比較對經濟會比較好一點 老師 如果你出國回來隔離幾天你可以接受呢 我覺得一個禮拜可以吧 但是一個禮拜這要跟 跟這個它的這個病毒的潛伏性有關係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 我就說要七天 可是它病毒搞不好潛伏十天 你還是要觀察 因為我想說如果觀光的話 大部分人他會覺得你七天的話 怎麼樣去計算 其實還是有點划不來 他就會決定還是不要來觀光 所以它那個天數可能要縮減到三天 可是五天我覺得可能人家都還不會願意來 這個就要不然就是要旅遊泡泡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比較這個友善的地方 比較確診比較少 從這個小部分去開放這個東西 像比如說我們跟帛琉 可是帛琉那時候後來不是也一直 最近又開始在顧 因為帛琉也是跟韓國一樣 它是都接種的比率很高 所以它其實有確診 但是它的這個死亡率很低 所以你就不怕 就是你感染也不怕 就要教導民眾 就是說你如果可以提出數據來說 你其實就是一個流行性感冒 就是說你雖然比如說三萬歲確診 但是死亡比如說只有一個 比如說就0.1%或什麼東西的 一般人喜歡說不會那麼倒霉 你就是要必須要碎我老百姓 就是說我覺得清零恐怕是一個很難的目標 很難所以我如果說我可以碎我老百姓說 雖然我有幾千個人確診 但是我死亡率就幾個 韓國人就是死亡率很低 所以他們就不怕繼續開放 如果說你死亡率很高 那大家會怕 如果說確診 然後就是流行性感冒 就家裡休息一個禮拜就好了 那OK 台灣人的習慣就是 只要就是一生病就喜歡跑醫院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會造成 我們那個醫療的量能 其實會吃不下來 是 因為我們健保太便宜了 所以將來病毒管制就說 你有確診就只能在家隔離 如果說你只有流病 沒有那個重的一些炎症的話 不能送到 不能到大醫院去 這個就要嚴格落實執行 就會好一點 要不然的話 醫療體早晚會癱瘓 所以這個我們雖然說 這個防疫錯的很好 但是那段時間 其實對很多重病 不是這個Omicron的這些人 其實得到病 反而沒有那麼多的能力去治療 反而死亡率高 所以其實這個 這有點難拿捏 對啊 這個就是 所以為什麼 陳時中到現在一直在 由於 我們到相對等的國家出國的話 如果美國是會縮斷檢疫程序嗎 標準是什麼 對 那樣的一個時間還沒到 等到那個時間到 我覺得這地盤也有這樣 就是說 基本上要看雙方的疫情的對等性 那如果大家雙方疫情都一樣 或比我們疫情更輕的 那當然那個檢疫就可以考量再放寬 就是說第一個 我必須要說 我要讓我們的清零確診人很少 但是我又擔心犧牲掉經濟的成長 所以這就是一個兩難 那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當然必須要跨步回去協調 因為再不開放很多觀光 旅行社 然後很多零售業都快撐不下去了 因為全世界清零的國家已經沒幾個了 一定要想辦法開放 所以政府業是在朝這方向規劃 那中國大陸像 深圳 江蘇 上海 因為陸續都有一些疫情 比較難以控制的狀況 這些對於我們台灣 有哪些產業的佔比 會是影響比較大的嗎 因為我們台灣 就珠三角跟長野 都是台灣中央的生產重鎮 那比如說我們的一些 可能包括我們的PC 一些印刷電源零組件的東西 然後石化一些手工工具機 然後一些石化機械這些比較重 比較長期 因為就是說紡織成衣都已經 可能移到東南亞去了 這個比如說像iPhone 比如說像這個手機上面 大陸就是一個重要的 因為所有的品牌商都在那裡 所以台灣廠商一定要跟著 跟在那裡 所以這可能一些手機 一些比如說零組件 一些PC 還有一些相關的工具機 這些東西 可能它在生產上面臨問題 因為台灣的產品 比較V2V多 V2C公當地的 相對來說是比較少一點 那像現在中國大陸疫情 然後再加上蘋果砍蛋 那對於我們這些就是電子產業 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可能會有壓力吧 可能會慢慢陸續出現 就是說如果平安要砍蛋 那對PC就會影響 PC就會影響到上游的IC 那現在我們的工具機 其實工具機 這些機械工業接單的情況還不錯 可是因為原物料波動太大 所以它雖然接了很多營收 可是擔心利潤不高 所以這就是說每個廠商 每個廠商 所以今年的問題不在接單 是問題是出在 怎麼樣來利潤的管控 你才會賺錢 要不然因為原物料 你比如說像我們房地產 雖然說看起來營收的話 可是你的建材 鋼筋 水利 拼命漲 你可能當初估的 跟現在估的差很多 到時候可能吃掉原來的利潤 老師 現在像有一個說法說 中國大陸的疫情能否控制 這個影響的變數 對於全球經濟來講 會比烏惡戰爭的影響還要大 會嗎 這個難說 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如果疫情不控制的話 可能你想要通膨 通膨也會造成更多 Shanghai remains on lockdown Having seen more than 200,000 COVID-19 infections Since early March The lockdowns effects Financial experts say will be felt around the world Certainly the lockdown in China is going to exacerbate the problems what we have in supply chains So that is putting upward pressure on prices 那二屋戰爭通常我們講戰爭是一個shock 一個短暫的shock 這個防疫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能下來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經濟的下來 跟能耗雙控 跟這個經濟部的結構轉型 跟這個一些房地產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在整個結構的調整 所以這種東西是長遠的事情 但二屋戰爭這種通膨 一般來說比較短暫 所以如果說是一個中國大陸長期的調整 比如說我現在每年都是大概以前都是8 現在都是5 可能連續好幾年是5 那你就對全世界的影響 就是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那二屋戰爭如果說它可以在一兩個月結束 慢慢的比如說供應鏈就恢復持續這些東西 那加上說還有一些重建的需求 那可能就會影響比較不會那麼長 它短期的shock是很大 但是它不是那麼長 但是這個大陸的結構調整 可能是要三五年的事情 所以觀察中國大陸對全球的影響 我們可能疫情它是一個很短暫性的因素 它其實影響沒有那麼大 就是變成是它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 對 那個其實就是我們要觀察比較多 那疫情跟這個最近的一些能耗雙控 就是跟ESG都有關係 所以大陸整個轉型就是因為就是共同富裕 就擔心房地產補寒 擔心這個能源的一些問題 那擔心一些老百姓的索得分配差距擴大 還有擔心一些一些科技的壟斷的問題 所以它整個結構調整 這個沒有三五年可能是沒有那麼快結束 就是說它可能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但是如果轉型成功對東風大陸是好事 反正對全世界是好事 但是如果轉型比較困難的話 拖得久一點的話 對全世界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現在有觀眾在問說 那可以買那個中國大陸相關的ETF嗎 中國大陸相關的ETF啊 中國大陸股市 這個就中國大陸其實是一個翹翹板 中國大陸就是如果房市不好 那錢就會跑到被中國 房市會避到股市去嘛 通常我不知道以前看的一些數據 就是說大陸房市低廉的時候 都是股市的高點 因為資金是一筆嘛 如果說房市已經上不來了 那可能有些資金作為遺轉 那對股市就會有一些利多的消息 但是我因為沒有研究大陸股市 但是我是看過類似的數據 就是房市低廉的時候 就是股市高點 股市高點的時候就是房市的低廉 因為資金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台灣因為房市的 買房子的跟買股市的不太一樣 就是說有三層是雷同 就是說買房子的人賺的錢可能去買股票 但是買房子的人很多人是不玩股票的 台灣的雷同性比較低點 那大陸的雷同性就是說資金的遺轉 因為政府可能有一些政策讓你資金遺轉 所以如果房市在比較漲不上的情況下 股市應該會有比較好的表現機會 不過這個還要看大環境 如果大環境都不好 那房市股市應該都是不好 大家會有這些憂慮就是想說 那股市尤其是這些產業 它因為能耗雙控會不會受到影響 能耗雙控當然會影響 但是能耗雙控是針對這些能源密集 勞逆密集的東西 如果你本身就有做好管控 因為台商在大陸要生存 你如果沒有做這些東西 你是沒辦法的 它能耗雙控就是 它在辦公室就把你關掉了 所以你都沒有那個 所以你本身如果做好的時候 它就會 它其實是有差別性的 所以我問了幾個台商 他們認為說 他們其實的條件都 做這些東西都比一般的比較local的廠商來的好 所以他們不是一個規範的對象 所以變成是買ETF的話 他就要去看 如果是那個耗能高的 這個裡頭佔比耗能高的 他就不要買那個類別的ETF 他可能還是要看 就是比較環保的 耗能低的 他可能就可以靠這樣 因為現在全世界趨勢就這樣 現在叫ESG ESG就是很重要就是說 我全世界 最大的就是說 你企業如果要沒有所環保這些東西 沒有社會安全的觀念的時候 我就不會投資你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說全世界的資金 我要投資這些公司的話 都要ESG相關的公司 要不然我是不會投資的 特別是國際間的 像譬如說 福蘭克林 這些塔伯頓 這些什麼之類的 他們在投資 像很多歐洲的基金看起來 我要投資的時候 第一個我瞭解你是不是ESG做得很好 將來 這個我們就要靜零碳排 將來儘管會規範這個公司 比如說規範銀行 你銀行投融資 給這些ESG不利了 其實我會算到你頭上來的 所以ESG所以很多的銀行 將來我要去投融資 都要這個有經理談判 最後的極限就是 你今天要投融資 你要來借錢的話 你要付這個你的減碳的一些計畫書 所以將來如果真做到零零盡視 是從金融或投融資 都要付這個東西 全世界的基金 大的基金公司 不會投資這個沒有做ESG的公司 現在看起來已經很明顯了 所以一定要做這個 就是說這個慢慢這種 比較耗能的這些東西 慢慢會比較不受歡迎 所以現在台塑 中鋼也都很緊張 所以他們做的開始做什麼靜零 他們從它的過程 盡料到整個生產流程到配送 到最後的這個什麼一些回收 都有一套的SOP 你知道那個碳稅 我那天去聽一個演講 碳稅 鋼鐵 一噸鋼鐵賣2萬多塊 碳稅排碳是2.2公噸 一噸是75歐元 如果乘以30 再乘以2.2 差不多將近5千塊 一噸2萬2的鋼鐵 克了成本克5千塊 你看克了將近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是非常可怕的數字 所以如果這個到極限的話 那你看看企業如果 還有在extra的20幾%的成本 你看你怎麼受得了 所以如果我要買那個ETF 就是買全球布局 然後能源的 綠能的 可能會是比較長次 對 現在這個是一個趨勢 這個就是這個近零碳牌 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這個2025年 這個2025年開始對一些產業 比如說鋼鐵絲化 這個一些電業 還有一些比較運輸的行業 開始規範 可是慢慢就會規範 不過現在又有一些副生說 你看經濟這麼不好 通膨這麼嚴重 如果再規範下去 那還得了 那個電價不知道 跪到哪裡去了 所以現在有一個副生說 可不可以再緩一點 但是這個絕對是未來的趨勢 台灣未來的產業轉型 就兩個關鍵字 一個叫數位轉型 一個叫近零碳牌 可是看起來我們的綠能要接起來有點困難 綠能 感覺是要達標很難 因為我看王美花前陣子已經承認說 其實要到2050 對 綠能我們應該是無法達標了 這個是政府的政策比較會比較慢 但企業是很積極 企業像像那個你聽到的台積電 台達電 中鋼這些台塑 這個都很積極 因為他們都是國際級的企業 所以他這東西 所以沒有做的話會不會跟他們 所以我們大企業 我們其實企業一定是走在老百姓前面 大企業開始做的話 像台積電就告訴你說 你中小企業你供應鏈廠商 沒有做這東西 我就 我不會給單子給你 所以大企業會影響中小企業 供應鏈廠商 所以企業會走得比政府快 那政府其實也要有一些跟企業同步成長 就是說因為台灣就是 我們的綠能就排除了 核能就比較大的缺口了 不過這個就是一個政府政策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你這個一些替代能源 要這麼高的比率其實是有問題 第二個是你替代能源的比率太高 可能將來電價就會變很貴 所以以後物價要回來 其實很困難 因為你以後都要走綠能的話 綠能它的成本其實是更高的 所以以後物價絕對是往上調的 物價 現在很多的物價上漲 你知道很多廠商的反應說 我們已經加了一部分層的 數位轉型跟晶零碳排的成分 他就說我這個東西我在做 這很多大企業 這個都是我的未來的成分 所以它已經慢慢在轉價 台灣為什麼物價這麼便宜 有三個因素 第一個 我們能源價格長期偏低 我們政府是有補助的 第二個是我們的醫療健保成本是偏低 第三個我們是自由進出口 像韓國以前韓國日本都是自由出口 可是進口規範 牛肉稻米都是規範 所以他們的物價都比台灣高很多 那台灣將來 如果你必須要力能減碳的話 你能源價格要低下來 一定會慢慢上來 第二個醫療健保成本 當然現在我們的全民健保 是做的全世界是最好的 數一數二的 可是財務也出了一些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開始走這個總量管制 就是說我沒辦法讓你成長 所以你這個醫院我給你一筆錢 你自動控管 然後每年給你打九折 所以這裡面長期來說 一定會影響到你的醫療品質 他現在就是說 因為第一代健保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有二代健保 二代健保將來可能要提高保費 然後醫院cost down 所以我覺得台灣 未來這種服務業不是要走這種cost down 一定要想辦法鬆綁產業化 讓你可以value up 你才能吸收這東西 要不然的話永遠你看 你看醫療成本這麼低 這些這麼低 然後我們因為薪水也沒漲 所以就告訴你 我能源價格不能太高 我的這個物價不能太高 我的醫療成本不能太高 我才可以讓老百姓生存 所以台灣未來恐怕就要慢慢的 開始調整就是說 我物價會上升 然後薪水會跟著上來 我要鬆綁產業化 讓薪水跟著上升 不然老百姓就會更辛苦 老師因為您有寫到一個 就是實質薪資倒退這個文章當中 就是有很明確的數據 就是最新主計處公佈 就是去年受購人員 每人每月經常信薪資是 43211元 年增是1.93 可是如果扣除了這個物價 我們物價漲很多 扣除完之後其實是年減0.04 對 但老師也有一個前提說 如果把年終獎金 年接獎金 直銷獎金跟加班費 納入考量的話 是還是有一點點正的 可是大家的感覺會覺得薪資變少 是因為買什麼都貴 就吃什麼都貴 而且都漲好多 現在最主要是老百姓 為什麼對通膨的感覺特別多 因為我們物資有兩種 一種是耐久財 電視冰箱這些東西 你多很久才買一次 但是它每年都跌百次 但是你十一住行娛樂便當 每天都吃 它都漲得比較多 然後特別是我們一般中產階級的 其實這食物的比重 交通費用比重還滿多 這一次漲的可能很多通訊費用 食物的費用 所以你會特別感覺上特別深刻 那再加上這個台灣 因為最早是這個速度性膨膨 油價大眾物質 你看牛肉漲 你所有去吃的什麼牛肉的餐廳 一定也跟著漲 這個本來是很便宜的東西 這個調漲得很貴 我也受不了 我也沒有額外吸收 再來菜 還有清潔用品之類都漲很多 那最近就要提升說 電費又要漲了 那這樣當然我們商家也是在擔心說 到底要漲多少還不知道 反正台灣各方面都是有在漲的樣子 住外面所以外食當然會比較多 所以盡量會減少外食 或者可能會自營住 再加住會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 對 其實主要是因為價錢的考量 對啊 那這些東西 所以一般老百姓就是說 覺得我們漲了4% 比如說我們最近調的基本工資 我們也調的這個什麼 公務員調的4% 但是通膨感覺上 冰箱中大 就像老師我們剛剛之前討論到了 這些可能我可能想要去換的 我都不要換 可是我實際上支出了吃 我一定能吃 你每天必須一定要吃 對啊 所以其實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個耐久才的影響性 其實是比較小的 而且他買的 不知道手機你還是稍晚要買 只是換的時間 比如說我本來3年換一次 我現在變4年 冰箱本來是7年 現在8年9年換一次 但是這個東西你沒感覺 因為他很久才買一次 所以你沒感覺 但是你財米有人這樣複雜 這個交通費用 這個什麼網路的費用 你每天都要接觸的 你就會覺得感覺上特別的深刻 特別是因為台灣薪水是比較 中立收入的薪水是比較停滯的 然後物價漲升就特別痛苦 所以政府那時候為什麼要移植在亞地物價 就是因為薪水沒辦法跟上 可是你怎麼壓都不可能壓得住 因為到最後人家廠商還是要反應成本 所以到最後是春節的時候你壓 春節過後馬上談得很快 最近就是有人建議說 你工資應該調5% 老師覺得5%這個數據 這個如果彎下的還好 就是工資如果調5% 當然成本會提高 就是所以克魯曼他在最近有寫一個 就是說美國那時候為什麼通膨會這麼嚴重 就是1979到1980年那是第二次石油危機 因為美國就是大家都預期那個時候 通膨每年都是10% 所以我就載明工人又載明說 將來我的工資要跟著通膨一起連動 而且要打入那個工資的合約裡面 所以這個物價漲10% 工資漲10% 然後再來就是物價在漲10% 工資在漲10%一如墊上去 所以變成一個自我延續的一個通膨 所以搞了10年 到1979 1980到1987年 整合七八年才整個通膨才真正打下來 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如果工資漲上來 如果是one shot一次性的可能還好 但是如果說是載到合約就每年漲的話 那臺灣可能通膨就沒有 這就跟那個克魯曼講的 就是說如果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這個通膨 就是說你開始通膨10% 你這個工資也10% 通膨又10% 工資又10% 這樣一路墊上去 那就是無解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臺灣一定要政府去做一些改革 一些鬆綁 產業化 讓你的薪水可以大幅提升 而不是去打壓物價 恐怕不容易 因為我在想說其實工資增加5% 我會覺得還滿合理的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就像剛剛那個物價的計算 我們發現就是100塊錢 它可能就漲10塊 其實10%呢 50塊是漲5塊 所以都是10% 那我工資才漲5% 感覺就是還不夠 可是因為10%感覺又太多 那因為像老師說還有耐久才好 那我扣掉 那我漲5%總可以了吧 對啦 我覺得是合理啦 但是就是說不能每年都漲5% 就是說因為你如果說這漲5% 那一路是墊上去的 因為你工資漲5% 那我今天我是比如說 我小吃店雇了一個工人漲5% 那我要不要再賣增加5%的這個物價 所以這樣就每一層都會墊上去 所以就是說要不然就是提高員工的生產力 就是說我如果漲 我一定要生產力提高 提高比如說10 那你漲5% 那我就還可以接受 那或者是我客戶 客員可以擴大 所以如果說在這個都沒有變的情況下 員工漲5%我生產力有沒有提高 那我將來我的這個服務的價格 我的售價就要提高5% 那這樣就會每一層都墊上來 就會有點失控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合理的漲工資是可以 但是就是說要看你的經濟的通膨率 因為通膨率不是每年都那麼高 所以說今年比如說今年4%5% 平常2%那我漲個3% 那明年如果說稍微回來一點 那我就明年可以不調 過幾年多大 所以有人就想說 我們應該根據我們的通膨率 來調我們的基本工資 但是不是調整基本 不是調整薪資 如果調整薪資 但是過去20年來 因為整個通膨率都很低 因為其實拿基本工資的人 大部分人都不是拿基本工資 200多萬人 對啊 所以你去調那個對於我們而言 對 沒有影響 沒有差別 那可是我們的每次的伙食 每個月實質就增加那麼多 而且物價只要漲了就回不去了 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根據你的通膨率來調整一些薪資 我覺得也是合理 因為過去20年來 因為整個我們通膨率都很低 都是1點多 0點幾這樣子 現在開始漲上來 但是就是說現在漲上來可能是 我們不認為是一個長期性的 因為在1979年8年 就是那油價漲了漲翻天了 所以每年都是通膨都是七八趴七八趴 你會覺得說我如果沒漲了我就完蛋 所以工資就載明說要跟通膨率同步 所以它這樣漲漲漲就一路上來 現在如果說我們今年 比如說我們今年2點多 那明年開始回到1點多 那如果漲1點多 那我覺得是合理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如果我們是一次性 然後針對就是這一次通膨率太嚴重 尤其是今年 然後就是漲5% 然後這樣子的情況下 台灣應該還不至於會出現 這個工資跟物價的螺旋 現在就是問題在哪裡 就是產業別不一樣 現在就是說高科技漲5%根本沒問題 你看高科技政府現在漲4%對不對 高科技要漲5%的人比比皆是是沒問題 可是服業你要讓它漲5% 恐怕政府還要編列預算來 我今天都在紓困了 你叫我漲5% 那我乾脆叫你回家了 就是說因為我今天我已經撐不下去了 如果你在叫我漲工資 那除了政府補助我 不然我怎麼可能幫你 所以現在台灣的問題就是說 漲工資也不能易行為 就是說跟產業是有關係的 那但是就是說產業應該是整個 所以我們才講說ESG 環保 社會責任跟這個公司治理 社會責任就是 就是你stakeholder都要照顧 不管是你的供應鏈的廠商 你的員工 你的客戶 你都要占盡這個公平的待遇 所以就是說你公司有賺錢 你就該幫客戶家 這才叫ESG區域 所以就是說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政府硬性規定說 像這次公務員漲4% 還不敢硬性規定說 道義稅務說你可不可以漲4% 所以很多高科技就漲4% 漲5% 沒問題 可是很多傳產 這個要漲4% 5% 其實因為我都撐不下去 我都虧損 這兩年來根本都沒賺錢 那我漲4%是有問題的 所以但是我們應該看個別公司 如果說你是ESG的公司 我今天公司有賺錢 我才回饋 如果公司沒賺錢要供體時間 所以最近那個台積電說 它要漲薪水 而且他還說這一次調的 應該大家會很滿意 所以我們變成是 最主要還是這些高科技產業 因為它出口多 它獲利高 所以它才有辦法 所以傳產看起來是困難的 所以我們就是產業M型化 所以就是將來就說 高科技一定要把它用到各個領域去 你比如說我的AI可以用到服務業來 比如說了解客戶的一些需求 怎麼樣 什麼時候打折扣 怎麼樣去做 怎麼樣吸引更多的客人 怎麼用網路平台 所以科技用到傳產 用到服務業 讓每個產業都可以上來 那這樣就每個人都會加薪 第二個服務業可能要鬆綁 產業化 比如說我們現在就是規範的太嚴重 比如說像長照都是一些老人院 然後都是一些交一些服務員 所以我如果說政府可以鬆綁 讓更多的保險資金進來 資金進來那經濟商業模式 然後就需要更多的 比如說整個體制上來的 五星級飯店這類似的 我就會需要很多介護士 很多陪伴商機 心靈商機 還有一些什麼比如說 輔具 創投 投資的機會 然後還有一些娛樂的一些東西 就會需要更多 那薪水就會上來 所以變成最重要 還是實質薪資的增加 還是要在這個產業的轉型 沒有轉型 根本就是 對 沒有轉型的話 永遠沒辦法 因為台灣為什麼服務業薪水上不來 很大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是大學太多 我們95%高中生年大學 大學生有95%去服務業 服務業又沒有升級轉型 所以告訴你 60%的就業人口的服務業 都是低性比較多 總低性 因為我記得上一次錄影老師 已經有講到很詳細 告訴大家要怎麼樣提升 然後有你自己的專長產業 然後怎麼樣轉到高科技 高新的產業 因為當中也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大家要看那個詳細的內容 可以看上一次那個影片當中都有 對 選擇對的行業 提高薪水才是打擊 通膨最好的方法 要不然我這個不斷的在縮減這個東西 沒辦法就說你要增進自己的領域的知識 然後在領域做得很好 然後最後要選擇 還是要調查到跟你的領域相關的一些高成長的行業 比如說你通常做公關 你通常做文創 做會計 如果說你做得最好 比如說我在會計做得很好 我就跑到資程 資程就變成一個品牌 資程以後將來有這個會計 我可以到排到台積電去做會計 因為比如說你在這個一般的傳產 你可能拿個四五萬塊就很多了 但是台積電每個人拿二三十萬 所以我給你十萬 很正常 而且老師上次有講到說 像我們可能在產業鏈的部分 就是像台積電很厲害 我們可能不要只有護國聖山 我們要護國群山 對 但因為我看最近商周他就有寫了一篇 他就講說我們目前看起來 護國群山已經開始慢慢成型 因為台積電他在苗栗那邊 有一個所謂的材料設備廠的一個廠區 所以它裡頭不是只有國外的材料跟設備 因為我們好像在材料跟設備 在全世界的佔比太低 所以變成是說晶圓 它有所謂的前段跟後段 後段在這個封裝的部分 台灣很好 其實是我們可以發展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護國神山群嗎 對 就是我覺得就是各行各 就是說台灣應該是一個艦隊的概念 比如說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我們有很多的設備原材料 像什麼長春 化工 崇月 還有什麼漢堂這些做建材 所以如果這些行業都可以起來 那你的比如說台積電可能雇用十萬人 這零件可以雇用個一萬人 每個人一萬人 這個慢慢的整個族群起來 大家高興的機會就多一點了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就是說製造業 科技業要擴散 但是有點困難是有些比較高科技的 這種設備材料都是掌握在ESMO 掌握在Prime Material 這個美國印材上面 因為它的製程要太精細 我今天一個流程錯了 整個晶片都完了 所以他們說這個製程要0.99的十次方 你看那多精密 那個微米0.94 所以他們說有一個人 就是說有一個晶圓廠說 為什麼良率做不起來你知道 除了問題是因為用國產的這個防塵布 所以就沒辦法達到吸塵的效果 那個精度就不夠 上次我是謊一個廠商 他說他們都是用國外的設備 但是防塵布是用台灣的 結果沒達到的效果說 奇怪怎麼一直找原因都找不出來說 到底是為什麼良率上不來 所以才知道說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也很難怪廠商 但是政府要有計畫的 就是說我給台積那些誘因 給連跌一些誘因 看看怎麼樣來扶植 因為韓國三星就是這樣子 他一開始他也沒有自己的設備商 後來他就開始扶植他自己設備商 現在他的設備商 每次到哪裡去投資都帶這個設備商走 所以他就會變成全世界前十大 十五大的這個設備商 就慢慢有些展露頭角 台灣的設備材料 這個東西都會 一開始可能不要那麼高階的 中低階的 然後慢慢你有能力就會做比較好 所以他們說前端的部分那個太精密 而且牽涉高科技很難 而且做錯了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後端部分 我們比較能發展 我們封測其實本身就做不錯 封測我們做不錯 但是我們那些比較前端的設備 我們還是有一個比如說不是 他應該就是說不是生產設備 可能是測試設備 像我們有漢偉科 那時候不是做得很好 賣給那個ESMO 還賣了幾十億美金 所以就是說我不一定要 因為生產設備直接在地線 我如果旁邊的量測設備 我也可以做得不錯 那我慢慢的開過 那將來這些有能力 他資金多 他就有能力去做一點生產設備 而且如果在封裝的部分 我們是在地化 其實因為台積電 它主要的那個SANET 最主要的廠還是在台灣 那我們把這個後端的 這個封裝的部分做得好 而且在地化可以非常快速的 能夠做垂直的 對 台積電可以 因為台積電封裝 他後來慢慢很多都封裝自己做 但是如果其他的封裝 比較低階的 其實很多還排到大陸去 因為它的毛利率低 如果說像台積電的這個自己 比如說是7nm以下的這種封裝 他自己做 那這些東西就很精細 就附加價值就高 毛利率高 它就有能力留在台灣 所以現在如果毛利率低 勞力密集高 然後能源密集都高了 恐怕都沒辦法留在台灣 可是因為大陸現在 它的這個人力勞工成本也增加 所以其實這會促使著很多人 其實就有廠商把這個點移回台灣 對 有可能 但是台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人口老化 少子化的問題 你現在就是說 我也沒有這麼多勞工 你現在台灣嚴重的缺工跟事業問題 高科技把所有的員工搶走 高科技搶船 船產搶服務業 服務業將來沒有高薪 恐怕也找不到人 現在台灣是人口老化 少子化非常嚴重 所以台灣現在 能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可是這樣不是不錯嗎 只要有人搶的話 我們的薪水就會變高 對啊 但是如果說你有人搶 然後每個被高 但是很多企業搶不到功能 他就只要關掉了 像比如說很多服務業 我最近聽到一個更誇張的事情 聽到那個金華酒店的潘石亮 那個董事長 他說他預約了一個飯店 沒有菜單料理的飯店 然後的一個廚師 然後廚師就說他預約好了要半桌 還什麼之類的 他說呢 但是我一個條件就是要自備服務生 所以就是說將來可能很多店關掉 不是因為他不賺錢 是因為他沒有員工 所以將來可能自動化 因為台灣一定要考慮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面臨到人口老化 少子化的問題 然後年輕人又不願意去做 比較3K的行業 所以將來你的很多產業必須要 所以就是說我們將來要運營能夠老化少子化的問題 不能管鼓勵年輕人生 因為年輕人生 第一個是你沒有配套你怎麼生 房子貴 租金貴 然後加上這個什麼一些托嬰 這些東西沒有那麼友善的話 所以有點緩不濟急 我們現在應該是調整我們的產業結構 然後提高老產率 這個比如說婦女的第二村 他可以出來可以做 比如說你好的托嬰或是照顧老人的 讓他可以 比如說你工作時間不要太長 比如說三四個鐘頭 那你還回去照顧老人照顧小孩 老年人出來工作 因為現在老年人會出來工作 為什麼 因為生活的壓力 但是老年人出來工作 會被人家先手腳慢 那你可能比如說你到 要我去生命裡面打工 我恐怕都有困難 要很多的自動化 要操作傳真機 他說有一個人去運 現在要做好多 要拿人家要領的 然後要煮咖啡 煮珍珠奶茶 還有台鐵高鐵的車票 還要上網還什麼什麼的 還要影印還要幫你做UPS 還要幫人家加熱食物 所以有一個人 有一個笑話是有一個人去訪 他說你會做什麼 你會辦初衷工作嗎 他說我在小七待過 然後你會做什麼 他說我在小七待過 所以你到小七做 你搭什麼行業都可以做 這是網路上的笑話 可是那像未來我們會有缺工的問題 那這樣就不會有失資薪資倒退的問題 不是嗎 那這樣我們的薪資 會有缺工 但是也可能失業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職過的訓練 你可能新的行業你可能跟不上 所以我們社會應該尊重懷孕的婦女 因為他是幫國家墮產 要感謝這些要尊重 親切上尊重這些老人還出來工作的人 因為他是幫國家儲備我們的這個勞動力 所以就是整個社會的心態要改變 然後還要給這些比如說婦女第二村 或是中央年第二村的人 要有一點足夠的技能 才能應用這種科技化時代 因為現在你看全部都科技化 操作科技化電腦上網這些東西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訓練 恐怕都很難升任這種工作 所以未來M型化不會更嚴重嗎 就是因為這個低薪的服務業 如果還是沒有起來 然後上頭的這些比較高薪 他們缺工 然後就把它拉走之後 就會更兩端不是嗎 現在就台灣會缺的 就將來就是高階的人很需要 低階的人也很需要 因為要地線服務的人 中階的就是說那種白領的 Routine的工作的 沒有跟人接觸的 很容易就被網路自動化取代 然後這些人他可能就會往低薪 或者是往高科技走 可是他要往高科技很難 因為他們有那樣的技術不是嗎 除非他要更精進 所以我們多數就可能會流往 這個比較低薪的服務業 不過現在高科技也會需要很多 像AI 還不一定要需要科技的人 還需要一些轉譯人才 需要一些語言人才 需要一些人機界面的人才 就是說你其實每個人都可以 跟高科技就說 高科技雖然很高科技 但他也需要很多各行各業的人才 你看現在台積電在找一些經濟人才 所以就是說我們學的領域 你把學的領域學的精 然後你在一個比較好的公司 有一個品牌 然後你想辦法就說 我怎麼樣跟這些高成長行業 建立一點關係 我就可以跳槽 不過當然有人認為說 你應該從小就念自然科學 就念理工科的 那也要有辦法念 對 有的人邏輯 就是像我念的東西 我看了就很痛苦 所以我就轉到社會組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有能力選擇 有能力邏輯 能力過強 我覺得政府應該怎麼樣做 讓這個寫邏輯程式的 這些程式的 可以從高中到中學 到中學 到小學可能太早 到中學 所以你每個人有足夠的技能 可以轉業 就是說我有足夠的電腦知識 可以寫程式 那我到高中 每個人是必備技能 比如說你操作手機 手機 手機 電腦 每個人必備程式 你將來就有很容易轉業的能力 就是在通識的這個項目當中 對 就是要延伸 可能讓學的更廣一點 對 如果說像很多人講說 真的要找薪水 你還是要學理工科的 對啊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念書 服業的 服業的是也有高薪 但是像吳寶春 那個都是少之又少 但是科技業是多數人都可以賺錢的 就是說你只要到台積電 所以幾乎你到聯電這些人 或是到聯華科這些東西 都有一定程度的水準 所以還是選擇行業很重要 起跑點 一個是就是說 如果我是在起跑 就是練理工科 那我比較好 但是如果我不是練理工科 我社科又沒有 我就想辦法跟這理工科稍微做 第一個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換到一個有品牌的 然後再找一個高科技行業 去跟他做借軌 你這樣拿薪水就比較大 比如說你在文創 在出版社 每個人拿4萬塊 那你說我要拿5萬塊 大家說真拚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低 大家都說你怎麼可以憑什麼 但是你到台積電 每個人拿20萬 我說我要個10萬 他說還好吧 所以實質新資物 如果我們要增加出 就是變成還是要靠自己 如果 可是這是個人的部分 那整個大環境 可能還是要整個產業轉型 就是科技產業可以 科技產業有一點擴散到各個領域 然後傳產這些 或是說服務業要升級轉型 要產業化了 要把我們的過剩之心 導入這些比如說長照 雙語教育 都市更新 資產管理 甚至國際醫療 讓我們的服務業可以大型化 科技化 加值化 才會有高薪的機會 如果說每個產業都小小的 那當然就是都是量販店 都是這種店面的 那你當然只有這種工作 如果說我今天可以做金融理財 我可以做國際金融理財 那是不是需要很多的理財專業 就會薪水上來 我需要長照 以前只有服務生 現在我還可以做 陪伴你的商機 寵物商機 我還可以跟你聊天 有些介護士 我還可以幫你協助老人理財 我還可以 比如說我還有一個 這個遊覽車 你每天照這些 比如說這些老人出去玩 到去遊山晚睡 那你就創造很多的商機出來 長進照顧 國際醫療 這些雙語教育這些東西就會有更多高性的機會出來 就不會說每個人都是低薪這樣子 因為我想說那個台積電的護國群山 所以他縱使這個效益擴大的話 他能夠吸納的人其實有限 因為他其實是比較偏製 還是在製造業 還是比較技術性的人 所以就是說 所以他會有缺工 反而是服務業低薪服務業的部分 他比較需要做整個產業的轉型 對 當然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這個服務業要鬆綁產業化 要給這個主管不會 不是在管 只有管 一定要有產業化 就是說我今天要創造一點點就業機會 要創造一點高性就業機會 比如說我的金融理財 那我今天讓很多金融商品出來 就是要相關的人 那就會很多 我盡量讓銀行在沒有風險的情況下 不要當然會風險開放些新的金融商品 讓這個業務更多 這個很多搞不好各地都來投資 像我們的長照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做得很好 我還甚至給日本的觀光客進來 日本來long stay 那這樣子就會越來越多 那這就會好 所以服務業不是只有 我們很多人講說服務業不能發展 因為我們市場太小 但是服務業還可以加值 我們錢很多 我們的超市有10兆 我們保險資金有30兆 這些錢如果可以把它導入 鬆綁產業化導入 然後做一些比較價值的一些 讓我們的進進我們的商業模式 可以找到好的人進來規劃 你商業模式 像荷蘭一個長照 它只有10個人可以管理1萬人 它就是靠科技面板跟一些平台 你看這個價值就很大了 因為網紅對於金融的管制比較嚴格一點 就會限制它發展很多的相關產業 因為這個也是很困難 因為就像我們的央行 還是風險的問題 因為風險的問題 因為就是央行 你要保持四五千億的美金 帕索羅斯來 這些人來炒作 像香港 跟台灣一樣 所以他們都規劃 將來像比如說 雷曼兄弟 金管會也很戒慎恐懼 所以說在有限度 比如說我今天不一定要整個都產業化 我可能給你10% 有一點KPI 像你的KPI像我們學者 就KPI就是寫國際期刊 所以每個人前不後繼 因為是我升遷的關鍵 如果將來你可以KPI 電這個東西將來是主管升遷的關鍵 那你就會去做這些東西 我覺得制度的創新比技術的創新更重要 但是跟資金有關的這個市場都會收縮 所以房屋市場也是一樣 明年的利率是絕對高於它 所以明年應該 那最後它的確率是2.8 歐洲絕對是 惡物產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金融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政績周到 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請您支持中天監督的力量 記得把下面這一段 工商服務影片看完哦 能夠及時補充抗菌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如果你要購買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看